哈利利亞!我們各位在座還有在線上的我們龜山教育的各位長職負責人 還有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晚安! 感謝神讓小弟今天有這個機會,能夠來到這個地方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那小弟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的題目是 我願意參與你,那來談如何跟孩子相處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要來看,其實談到這個家的部分 我想每個人都知道,這個家很重要 那身為家人的關係更是重要,但是也是最難處理的有沒有發現 大家都想在家裡面扮演好一個很好的角色,但是真的要扮演好真的很難 每個人都盡力去做了,但是時常沒有辦法把事情做好 那更因為有的時候一些小小的爭執,讓家裡面產生了很大的裂縫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從家裡面來了解,到底我們要怎麼樣能夠跟孩子來相處 那首先我們要來看一下,今天我們要分成四點來跟大家談論這個內容 那第一點是要來談到,用主的管教和警戒來養育兒女 其實在家裡面我們要養育兒女,其實要怎麼樣養育 要怎麼樣來帶領他們,當然要用主的管教跟警戒 那第二點要來談到,我願意與你同行 要來談到父母親的一個關懷的部分 那這個父母親關懷其實很重要 當父母親的關懷,孩子感受得到才叫關懷 時常爸媽都覺得我很關心你 可是孩子只有覺得爸媽很唠叨,那個都不是關心 因為你的關心讓他沒有感受到 所以這個關心就沒有辦法真正讓孩子感受到 那第三點要來談到說,我願意參與你 要來談到父母親應該要有的一個榜樣 父母親其實如果好的榜樣,其實孩子會跟著一起做 那最後一點要來談到說,我願意理解你 就是當衝突發生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家庭都會有衝突發生的時候 那當這個衝突發生的時候,我們要怎麼樣來處理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兩段經節 那我們先翻開詩篇的127篇 我們先看第三節 第三節這裡談到說,兒女是耶和華所釋的產業 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識 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劍 劍帶充滿的人便為有福 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不至於羞愧 這裡談到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兒女是神所釋的產業 什麼叫做兒女是神所釋的產業 這個要怎麼樣形容會比較清楚 我們假設我們今天要出去玩 那我們家裡沒有車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租一台車 要租一台車才能夠出去玩 那你去租了一台車的時候 在你租的這一天的過程當中 這一台車屬於你可以去使用 但是當這一天過了之後怎麼樣 這一台車要還給車行 因為你時間到了 但是這個兒女其實神讓我們在世上 我們這個照管的兒女 其實也是只有這一段在世上的時間 那我們怎麼樣在這個兒女在世上的這一段時間 怎麼樣把我們的產業發揮到最好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要用心的來管教我們的兒女 這裡說這個少年時所生的好像勇士手中的劍喔 這個劍帶充滿有的人生了很多個孩子 但是你生了很多個孩子的時候 這個劍帶充滿的時候 是不是你都能夠交差給神 如果你沒有把這個產業顧好的時候 當神在最後的時候 當我們都離開這個世界上的時候 我們要去跟天父見面的時候 天父說來勇夫我給你三個孩子 請問一下現在三個孩子在哪裡 完蛋了交不出來怎麼辦 這個產業我們交不出來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這個很重要 這個我們應該要把孩子能夠帶到神的面前 再來要來看第二段聖經節 這第二段聖經節 這一段聖經節大家很熟悉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以夫所住的第六章 但是我們要從第一節開始看起 我們一二三節的部分 我們小朋友來念 我們小朋友來念 第四節我們大人念 因為第四節是大人的事 那我們一二三節小孩要來念 來 這個新約聖經274頁 都翻到了嗎 翻到了 我們小朋友一起念要大聲一點 來 預備 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好來這裡分成大人跟小孩的事情 那第一節到第三節 談到孩子的部分 他談到說你們做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 這是要聽從合乎主道的一些事情 爸媽告訴你的是合乎道理的 你就要去聽喔 那這是理所當然就是 這個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做的事情 第二節談到 哇 這個十節裡面 這一節是一個帶有福氣 帶祝福的一個説明喔 說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長壽 只要我們孝敬父母就能夠得到福氣 而且能夠在世長壽 這是第一條代應許的説明 十節裡面 代應許的説明就是這一條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孝敬父母 這孩子應該要做的 那到了第四節之後 換成父母親的部分 父母親的部分說你們做父親的 不要惹兒女的氣 哇 有沒有小朋友有沒有覺得 爸爸媽媽常惹我生氣有沒有 還是爸爸媽媽覺得 這個小孩常常惹我生氣 到底是小孩惹大人生氣 還是大人惹小孩生氣 你們覺得呢 其實這個不同的角色 他所看到的內容就不一樣 孩子總是覺得爸爸你不了解我 媽媽你不了解我 你總是讓我心情不好對不對 孩子總是這樣 但是爸爸媽媽就覺得 這個孩子怎麼講都講不聽 我這樣講他還聽不懂 我那樣慢慢的講他還是聽不懂 最後怎麼樣 乾脆棍子拿起來 用揍得比較快對不對 很多大人都是這樣 那這個時候孩子就覺得 聖經說不要惹兒女的氣 不只惹兒女的氣 還用棍子揍我呢 怎麼辦 但是這裡說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這裡講到一個重點 要怎麼養育孩子 說要照著主的教訓跟警戒 什麼叫做主的教訓跟警戒 就是 其實 當孩子慢慢長大的時候 其實每個孩子的在不同年齡層 他們所遇到的事情不一樣 那爸爸媽媽應該要照著孩子不同年齡 給他們一些關於他們應該要學習 該要成長的一些東西 就像在學校的時候 這些校園生活的一些事情 我們應該要告訴孩子 這些事情是你們要在學校裡面知道的 在家裡面的時候 這個家庭生活的一些生活指導 是爸媽需要告訴孩子的 那到了社會 長大之後入了社會之後 這個社會的生活 他所需要的指導 也是爸媽需要去告訴他們 但是要怎麼養育跟教養他們 我們等一下往下看下去就會知道 好來 我們要進入第一點 第一點談到說 用主的管教和警戒來養育兒女 那這裡談到說 用主的管教 什麼叫主的管教 主的管教當然是主的看法 不是我們的看法 我們時常在養育兒女 都是怎麼樣 用我們的看法 我覺得怎麼樣應該就是對的 所以很多爸媽其實 他們不是沒有用心 很多爸媽其實很用心 他很用心在孩子身上 所以其實他只要看到 孩子有什麼地方做不好的時候 他就會去告訴孩子 但是這個孩子當他做不好的時候 有時候孩子知不知道 有時候孩子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要用主的教訓跟警戒來養育他們 來 我們看這一點 當將神的話放在心上 其實我們知道 要讓孩子怎麼樣能夠知道神的話 主的教訓跟警戒 在聖經裡面寫得很清楚 我們看這一段記載 我們看生命記的第六章 生命記第六章的第六節 生命記第六章請看第六節 這裡說到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 這裡談到說摩西對以色列百姓 吩咐的一段話 摩西告訴以色列百姓說 我今天所吩咐你們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這個就是摩西告訴以色列百姓 你們要把這一份信仰自己要先建立 如果你大人沒有把這一份信仰放在心上 你有沒有辦法殷勤的教訓你的兒女 就沒有辦法 所以一開始先要建立自己的信仰 所以這個第六章第六節 一開始談到說 要把這些事情記在心上 再來第七節說要殷勤的教訓你的兒女 那要怎麼教訓你的兒女呢 後面就寫到 無論你坐在家裡 行在路上 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我這裡談到幾個時間點要來談論 就是不論是走在路上 起來啊 躺下啊 都要談論 那怎麼樣去跟孩子談論這些事情 其實猶太人他們很特別 猶太人他們很注重這個安息日 所以他們到了禮拜五的晚上 這個爸媽都叫孩子要回家 為什麼要準備安息日的晚餐 所以禮拜晚上回來之後怎麼樣 全部的人要一起來 吃這個禮拜這個安息日的晚餐 吃完之後 這個爸爸跟媽媽 就開始跟孩子聊聊天 其實孩子很多長大之後都在外面 那回到家裡面 在這個時候 是他們很好的一個時間點 其实我们中国人 我们时常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跟孩子之间的沟通跟互动越来越少 在美国有一份调查 这么调查到 他说美国的父亲 一天跟孩子讲话的时间 有多久你们猜得到吗 我本来想说大概五到十分钟 结果没想到 这个美国这份调查下来 爸爸一天跟孩子讲话就有37秒了 就有37秒 不到一分钟大概半分钟而已 那他们调查当中 再去认真的调查 到底爸爸跟孩子 讲最多的一句话是哪一句话 这句话更让小弟觉得 难怪事实上只有妈妈好 因为爸爸最常回答的一句话就是 你去找妈妈 有没有 所以难怪怎么样 这个妈妈跟孩子的感情总是比较好 有没有觉得 这个爸爸有时候很忙 那很忙的时候 孩子问你事情的时候 你就怎么样 你去找妈妈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 不是呢 我们要在很多的时候 能够跟孩子一起来谈论 这里谈到说 不论你坐在家里 在吃饭的时候 在路上走路的时候 躺下睡觉之前 起来的时候 都能够一起来谈论 那要戏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耳上为经文 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要让这一份信仰 充满你整个家里面 让孩子能够很清楚这份信仰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圣经里面有几个 很好的范例 那让家里面成为一个 传承信仰的地方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大会跟所罗门 再来第二点要谈到 每个关系都需要经营 而且是不断的经营 我们要来谈到 这个以利跟撒末的一个家庭 第三个家庭要来谈到 神的儿女需要不断的 把信仰传承下去 我们看到在旧约组长时期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一直到约瑟 那我们先来看 让家庭成为一个 传承真理的地方 我们知道当大卫年纪老迈 大卫要离世的时候 大卫跟他的儿子 交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看猎王记上的第二章 猎王记上第二章 请看第一节 第一节 大卫的使其临近了 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所以你当刚强座大丈夫 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 谨守他的律例 诫命典章法度 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 不拘往何处去 尽都亨通 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 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 尽心尽意 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 就不断仁作以色列的国位 这里是当大卫要离世 年纪老迈的时候 他对他的孩子 这个接续他王位的这个所门 交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告诉所罗门说什么 你要刚强座大丈夫 并且告诉他 你要遵守摩西的律例 典章 法度 这个是爸爸要离世之前 他觉得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虽然我把国位交给了你 但是神的律例 法度 典章 你绝对不能忘记 这个时候 所罗门刚接王位的时候 所罗门很认真 很听话 所罗门在畸变献祭的时候 神夜间跟他显现 所罗门没有求任何东西 他只跟神求什么 求智慧 能够管理他的百姓 这是第一次神向所罗门显现 到了所罗门 他把圣殿建好的时候 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这个时候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 告诉所罗门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 猎王记上第九章 猎王记上第九章 我们来看第二节 猎王记上第九章 请看第二节 第二节 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如先前在畸变向他显现一样 对他说 你向我所祷告所祈求的 我都应允了 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 持我的名永远在其中 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你若效法你父大位 存诚实正直的心 行在我面前 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请收我的律律典章 我就必兼顾你的国位 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 正如我应许你父亲大位说 你的子孙必不断人 做以色列的国位 这里告诉我们说 这个时候神第二次来向这一个 所罗门来显现 他显现的时候 告诉所罗门什么事情 你若效法你父大位 存诚实正直的心 行在我面前 遵行一切的法度律律典章 那我就会让你的国位 能够持到永远 这是很重要的一段 连神第二次在跟所罗门显现的时候 都还是重复交代这一段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家里面是一个传承真理的地方 所以当大卫在家里的时候 他跟他的孩子交代这个事情 但是最后所罗门也没有成功 所罗门最后怎么样 失败了 所罗门失败在什么地方 当他年老的时候 因为他娶了一千个老婆 娶了一千个公主 结果这一千个公主 引诱他去拜偶像 很可惜 这是他爸爸应该是 怎么样都不想见到的 他爸爸千交代万交代 结果他儿子还是失败了 那我们要来谈第二个 每个关系都需要经营 而且是不断的经营 这里要谈到 以利跟撒摩尔 这两个人其实在圣经里面 这两个人都是不错的人 尤其撒摩尔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他不管是先知的职份 祭司的职份都做得相当的好 但是这个以利 其实以利祭司 其实也并不差 他其实也并不差 这个撒摩尔跟着他的时候 学了很多东西 但是很可惜的是 是什么事情 这些跟神的关系 绝对不会自己传承下去 这个以利跟神的关系 其实很好 但是他的儿子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圣经描写到 我们觉得真的很可惜 我们看一下撒摩尔记上的第二章 撒摩尔记上 请看第二章的十二节 撒摩尔记上第二章 请看十二节 十二节这里说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二人 不认识耶和华 一个爸爸是当祭司的人 结果圣经对以利的两个孩子的描写说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二人 不认识耶和华 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这个关系需要经营 而不会自动传承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自己跟神的信仰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不错 我们要去鼓励我们的孩子 要让孩子能够跟神的关系 能够也建立一样 很好的一份关系 再来我们要谈到第三点 神的儿女需要不断的把信仰 给传承下去 这里谈到 神的儿女要把信仰传承下去 我们知道 这里谈到四个人 这四个人 第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原本是在拜偶像的地方 神告诉亚伯拉罕说 你要出迦勒底的吾尔 要往迦南地去 那我要让你成为大族 使你的后裔怎么样 如天上的心海边的沙一样多 这个时候到了75岁出去之后 到了99岁 亚伯拉罕并没有孩子 但是他相信 最后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 生了以撒 很感谢主 亚伯拉罕在以撒身上 亚伯拉罕所作所为 以撒有学到 以撒学得很好 这个以撒所有的 这个一生都学着亚伯拉罕 祖坛献祭敬拜神 但是信仰一代一代往下传下去的时候 传到了第三代 传到了雅各 圣经记载雅各非常大的一个篇幅 创世纪从25章开始到49章 几乎记载了一半都在记载雅各 那雅各这个人为什么记载那么多呢 当然他有很多很美好的表现 雅各这个人一生当中 他的信仰其实是从一个对神开始模糊不清 到最后他对神抓得很紧 我们看雅各一开始 他在这个第三代信仰的家庭里面 我们应该觉得 这个信心支付的家庭里面的这个孙子 应该信仰很好才对 可是在雅各口中竟然讲出这句话 我们看创世纪的27章 创世纪27章 我们来看20节 创世纪27章 请看20节 20节 以撒对他儿子说 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 他说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 这里是这个以撒对这个以撒说 你去拿野味来给我吃 因为我年纪老迈了 我的死期将近 所以我吃完之后 我要为你来祝福 他对这个大哥以撒说的话 结果被妈妈听到了 妈妈赶快叫雅各怎么样 你赶快去拿羊羔来 我帮你煮一煮 去骗你爸爸得到这个祝福 所以当雅各把这个野味 拿到他爸爸的面前去的时候 他爸爸问雅各说 雅各啊 你怎么找得这么快 结果雅各的回答说 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 这个时候以撒 以撒 以撒 这个以撒以撒 没错讲错 爸爸以撒 已经年纪老迈了 这个雅各已经长大了 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 他的信仰学习 竟然是怎么样 竟然耶和华是你的神 使我遇见好机会 好可惜 这一份在这么完美的信仰家庭里面 传到第三代 竟然雅各在这个时候 讲出了这一句话 但是我们看 雅各到他年纪老迈 雅各要离世之前 他来为他的孩子 为约瑟的孩子祝福的时候 他讲出的这一句话 是他信仰最高峰的时候 我们看创世纪四十八章 创世纪四十八章 请看十五节 创世纪四十八章 请看十五节 十五节 他就给约瑟祝福说 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 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在雅各年老的时候 雅各讲出了这一句话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刚看到 他爸问他的时候 那耶和华是谁的神 是你的神 现在到这里 他年纪老迈的时候 他为孩子祝福的时候 他告诉他的孩子说 这一个耶和华是怎么样 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他们是一个牧养的家庭 他很清楚 什么叫做牧养我直到今日 这个神是不离不弃的 当他软弱 当他走偏的时候 神就拿着那只牧养 这样把他勾回来 所以这个雅各一生当中 到年老的时候 很清楚 这一份信仰是怎么样 是一生牧养 他直到今日的神 那我们往下看下去 我们来看到 在教会中 我们时常当大人的 会给孩子有一些 错误的一些榜样 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怎么可能大人会给孩子 一些错误的榜样 其实这个错误的榜样 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的周遭 那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 会造成孩子会不喜欢来教会 那小弟在这里 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这十点我们可能有 想一想我们到底在我们身上 有没有这些事情的发生 那在教会里面 第一点 我们不能给孩子的一个抽的榜样 第一点他谈到说 在安息日的时候 或者教会有活动的时候 结果怎么样 爸爸告诉孩子说 今天我们全家出去交游 我们去旅游怎么样 好像不错哦 安息日的时候 竟然排全家出游 这个全家出游 结果孩子会觉得 安息日重不重要 安息日好像不是很重要 安息日可以出去玩就好了 不用聚会 可以出去玩就好了 所以让孩子认为 守安息日并不重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在崇拜聚会的时候 常常会看手表的父母亲 这个孩子会认为 好像聚会没那么重要嘛 因为我爸爸一直看 好像聚会快结束了 这个祖领的人还一直讲 现在讲到哪里而已 这个让孩子觉得说 这个爸妈好像对这个聚会 没有很看重 第三点 在子女面前谈论 传道长子负责人的缺点 有时候会怎么样 会不自主的 因为教会有一些做法 可能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这个时候就怎么样 在孩子面前就不由自主的 就讲出来了 那孩子会认为怎么样 这个好像教会都会做一些 爸妈不喜欢的事情 他们对教会就会产生一些 不好的一些印象 那第四点 就是常常换教会的父母 什么叫常常换教会的父母 我今天在龟山教会 我跟哪个弟兄姐妹 可能怎么样 讲了一句话 心情不好 我下个礼拜我去桃园教会聚会了 我不来龟山教会聚会 这个大人换教会聚会 他很习从平常 他适应的还不错 可是小孩子呢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中间教育 你把他带到桃园区要参加中间教育 他有没有办法很容易适应 孩子很难适应 带到那个地方重新认识那个环境 要重新认识他的这个同彩 其实很难 会让孩子对教会怎么样 很难融入 那再来就是 没有十一奉献的父母 这个有的爸妈觉得 这个十一奉献不是那么重要 或者是觉得说 这个十一奉献少奉献一点 少奉献一千块 我们家就多一千块的这个领用钱 有的爸妈觉得说 这个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 这个十分之一是神的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给神 那再来就是 聚会常常迟到的父母亲 其实这个不是在说大家 有时候小弟也一样 这个因为工作的关系 有时候会迟到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 这个聚会如果你常常迟到 你可以找到 但是你就是常常迟到的父母亲 那孩子怎么样 就觉得聚会迟到没有关系 那你会发现 什么时候不会迟到 哇 要出去交游 出去旅游的时候 那个晚上半夜 就会叫孩子 想赶快要出门 等会塞车 这个半夜跑比较不会塞车 对不对 就叫孩子赶快出门 再来 没有固定祷告习惯的父母亲 那在平常都不祷告 就遇到事情的时候 才开始祷告 那孩子会觉得 这个跟外邦人 到庙里面也一样啊 就遇到事情的时候才会去 才会去怎么样 去庙里面 去求神拜佛 那祷告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习惯 所以要常常有这个 祷告的一个习惯 在第八点 在教会不参与事奉的父母亲 小孩会认为来教会 好像是为了得到什么 那到教会不需要付出啊 就只要来教会聚会就好了 那个到家里所有的圣工 我都不用 我都不用做 那就不会让自己 有那么多的负担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注意 在第九点 不准孩子留在教会 太久的父母亲 有没有那种爸妈 一聚会晚之后 赶快走 我们要回家了 有没有 不给孩子留在教会 这个孩子在教会 他有他的同侪 所以有时候孩子留在教会 这个跟他同侪在一起 这个一起参加中华教育 结束了 打打球啊 大家聊聊天 或者在家一起唱诗 其实那都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孩子之间的交通的机会 再来第十个 没有实际上的行动 只会出一张嘴的父母 有没有这种 有 这个聚会时间到了 就告诉孩子 聚会时间到了 赶快去教会 结果自己坐在那边看电视 结果这时候孩子问你说 爸爸你不用去教会吗 我刚下班我很累 所以你们先去教会 那我等一下再去 结果聚会结束了 爸爸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 结果有一天孩子就问你说 爸爸我怎么说才可以跟你一样在家里看电视 不用去教会 这样可能你就要烦恼了 这个就是在教会中 给孩子的十个错误的榜样 好来我们要来谈到第二点 第二点说谈到 我愿意与你同行 谈到父母亲的关怀 那这里要谈到十种好习惯 能够让你跟孩子的感情更好 这个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能够跟孩子的感情更好 其实我们每一个当爸妈的人 都希望自己跟孩子的感情能够更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谈到十点 第一点 拥抱 有没有发现 但是孩子长大了好不好抱 他也不给你抱了 有没有发现 孩子越大就不给人家抱 孩子在什么时候很喜欢给你抱 我记得我们家小孩很小的时候 我每次只要回到家里的时候 看到很像跑很远就跑过来 抱一下 现在这么大了 要念大学了 会不会给你抱 他才不会给你抱 你要抱他他会给你推开 因为长大了就不好抱了 那么会发现在教会里面的孩子也一样 教会孩子跟老师感情很好 对不对 看到老师 老师很远就跑过来 就抱一下 所以要跟孩子 要有这个拥抱的一个习惯 那当然大了之后 我们就要自己去调整 有的孩子长大还是会跟爸妈一起拥抱 但有的孩子不喜欢 所以我们要看看孩子的一个特性跟习惯 但是应该跟孩子有一些肢体上面的接触 来再来第二点 就是谈到玩耍 其实要跟孩子怎么样 一起玩 一起嬉笑 我时常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家孩子都说 我很喜欢讲那个很无聊的笑话 可是我讲无聊的笑话 他们也会笑 而且有时候笑得很大声 尤其我老婆最给面子 她最爱笑 所以他们都觉得 奇怪那么难笑 为什么妈妈一直笑 但是这个就是 我觉得在家里面 要有一个欢乐的气氛 所以要让在家里面 不管大人小孩 都能够有一个大笑的一个习惯 那这个笑会让心情变好 所以要一起玩耍 让自己能够开心 能够一起笑 再来就是关闭3C产品 当你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手机电脑关掉 有很多大人在跟孩子讲话 一边讲话一边滑手机 有没有 他滑了半天 结果孩子跟他讲话 讲完之后 他问你说 爸爸你觉得怎么样 结果最后会出现一个问题 是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 有没有发现 大人最后问 你刚刚说什么 你觉得你的孩子 还会再讲一次吗 他绝对懒得理你 你只要有这种习惯 以后你会发现 孩子根本不会理你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注意 再来就是生活经验的分享 这个其实孩子 当他们如果有压力 或者因为他们 要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去的时候 他们就会怎么样 他们就会开始紧张 那生活经验的分享是什么 就是像我们孩子 其实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 在教会里面 会遇到要去参加少特班 对不对 少特班是他们应该是第一次离开家里面 那这个时候要出去之前 我们就要跟他们 给他们一些经验分享 以前爸爸参加学生年会 参加少特班的时候 是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跟他分享 那他再来他参加学生年会 甚至于学校毕业旅行 他离开爸妈的时候 他都能够很习惯 他能够调整好 那再来就是 让孩子学习规划 其实每一个家庭里面的 爸爸妈妈跟孩子 要让孩子能够学习规划 有时候给孩子一些自主权 我们常常都告诉孩子 爸爸处理就好了 妈妈处理就好了 有时候你问到说 今天晚上要买什么宵夜 这时候孩子会告诉你 但爸妈时常都告诉孩子 这个不好 这个没有营养 这个吃了会怎么样 一大堆讲完之后 就是爸爸决定 那这样你问孩子 问到之后 孩子以后也不想理你 但是其实 上次有一次 我在听一个讲座的时候 那个老师就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其实有的时候 要给孩子选择的权利 所以我们家时常就是 在礼拜晚上 这个在台北读书的 回来的时候 我们家喜欢在礼拜晚上 吃宵夜 这个吃宵夜 对爸爸来讲 难怪越吃越胖 那个喜欢吃宵夜 那吃宵夜这个时候 就会告诉孩子说 那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 结果孩子的最爱是什么 就是麦当劳 那这个东西 对大人来讲 很多都觉得 那个不好 但是其实 也没有什么不好 其实久久吃一次 也是还蛮好吃的 对不对 让孩子有选择的权利 让他们能够怎么样 学习去做规划 那这些 让孩子能够 会在很多事情上面 会有进步 那再来第六点 就是谈到情绪垃圾桶 就是当孩子 有一些情绪反应 比较大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爸妈的 应该要能够 去接受孩子 而且不要被孩子的怒气 来触动 有时候会怎么样 因为其实孩子 其实他会生气 很多时候 他背后都有很多的恐惧 甚至于他有很多的眼泪 其实在自己心里面 他不想表现出来 尤其男生 长大了之后 他会不会很容易哭 他不容易哭 他其实他有很大的压力 但是他埋在心里面 他不想讲而已 所以我们当爸妈的 要怎么样 要能够 要能够当孩子的 这个情绪的垃圾桶 他能够表达 你就让他表达 让他愿意 把他心里面的话 告诉你 在第七点 要有聆听与同理心 就是当孩子在讲话的时候 你要认真听 而且你要告诉他说 哦 我懂了 哦 是真的吗 但是这个好像很难 尤其当爸爸的 我觉得 这些话其实不太好讲出来 不过总是要练习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在练习当中成长 你要跟你的孩子 能够更多的一个互动 跟沟通 你就是要去练习 那你要问他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 那你继续说 让他能够把他想说的话 说出来 那你要跟他 有站在他的角度 他就会觉得说 爸爸妈妈知道我在想什么 那再来第八点 就是生活停看厅 什么叫生活停看厅 就是不要脚步放得那么快 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把脚步放慢下来 能够好好的去享受一下 你的家庭生活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 会发现怎么样 孩子一回到家 赶快去做功课 赶快去洗澡 等一下赶快吃饭 赶快来教会 教会结束 赶快去睡觉 什么都是赶快赶快赶快 孩子永远都是在赶 他就觉得 哇 这个 反正什么事情都很赶 其实有那么赶吗 好像也没那么赶 所以其实我们要把脚步放慢下来 就能够去享受这些 这个美好的时光 那再来第九点 讲到 睡前感谢祷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一直觉得 在睡前 我们要能够全家人一起 到同一个地点 到大人房间 或者到小孩房间去 一起祷告 那这里谈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不管孩子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希望在睡前的时候 他能够跟大人来做分享 那另外就是 如果 有机会的话 其实也让孩子 能够讲讲他心里的话 其实 在 年轻人 他们很少愿意把心里面的话 讲出来 但是有一份报导这样说 就算孩子大了 也不要放弃这个习惯 深夜是青少年 唯一会敞开心房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或许他真的愿意 把他心里面的话 来跟你讲 那我们能够一起 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 那第十点就是 专心陪伴孩子 那刚刚有谈到 我们这个很多爸妈怎么样 在做事情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我的事情比较重要 孩子的事情就 我们一边坐 一边陪伴孩子 但是你要记得 记得怎么样 九百个星期后 他就要离开你了 什么叫九百个星期后 九百个星期后 就是十八年后 十八年后 他就要念大学了 所以 你不管怎么样 你会发现 怎么时间过那么快 突然之间 哇 孩子今年要上大一了 他就不在我们身边 虽然在身边的时候 觉得怎么样 很吵很烦 对不对 但是当他不在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 原来 孩子不在的时候 怎么觉得 他好像以前在我们身边 很重要 对不对 虽然很爱吵 但是 其实有他在 还是觉得很有伴 这个是我们 应该要可以去学习的地方 就是 十种让我们能够 跟孩子感情变好的一个方法 那再来 我们要谈到 为什么孩子常常会讲 不知道啊 没事啊 还好 为什么孩子会讲出这些话 你们觉得呢 就是因为孩子不想理你的时候 他就会讲出这些话 你有没有发现 他不想跟你讲的时候 他只会讲这些话 没事啊 不知道啊 还好啊 他就不想理你 他就讲这些话 所以当孩子讲出这些话的时候 当爸妈的就要想一下 我的孩子不想理我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 你要能够调整你的步伐 那其实每一个父母亲 都想当一个100分的父母亲 没有一个爸妈想当99分的爸妈 大家都想当100分的爸妈 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要当完美的父母亲 有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要当100分的爸妈的时候 你会做得很辛苦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一定要当100分的爸妈 但是我们要当一个什么 尽力而且够好的爸妈 就算只有80分都没有关系 我们尽力 我们也要尽力 很多爸妈会觉得怎么样 啊 没关系啦 反正还有机会 你没有很尽力 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 必须要从小就去培养 所以如果你没有 在很重要的时间里去参与它的话 再来就没有机会了 好 再来我们要来谈到 这个 我愿意参与你 就父母亲的榜样的部分 来这里要谈到 天下没有完美的父母 刚谈到 真的没有100分的爸妈 你再怎么认真 再怎么努力 都不会100分 所以我们只要 当一个尽力 够好的爸妈就好了 我们可能或许只有80分 但是尽力就好了 那这里谈到说 刚刚我们念的那两节经节 这里谈到说 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他们 来这里谈到说 为儿女的缘故要分别为圣 这里有一节经节就是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这里是耶稣对门徒讲的一段话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 今天除了耶稣对门徒讲的一段话之外 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记载 有一段记载 这段记载谈到什么 其实儿女一直在跟着爸妈的脚步在走 我们看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当神造人的时候 神是怎么造人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 创世纪第一章 请看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雨 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这里谈到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跟我们的样式来造人 所以神是照着他的形象 跟样式来造人 那我们看圣经里面 到了第五章 第五章的 我们来看第一节 第五章第一节说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当神造人的日子 就是造自己的样式造的 并且造男造女 在他被造的日子 神赐福给他们 称他们为人 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 生了一个儿子 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 就给他起名叫赛特 这里告诉我们说 其实孩子如果 他的形象样式 跟我们一样的时候 我们如果没有 因为儿女的缘故 能够让自己分别为圣 他跟我们一样 结果我们是不好的 那他就跟我们成为不好的 那我们要为了儿女的缘故 我们要让自己能够分别为圣 孩子就会跟着我们一样 分别为圣 那有一个小故事 就下次有机会再讲 再来这里要谈到与神同行 这里谈到爸妈要做一个 很好的榜样 这里谈到圣经里面 有一个人叫做以诺 那这个以诺 也是在创世纪第五章这里 这个以诺 他为什么要与神同行 我们看创世纪五章的二十一节 五章二十一节说 以诺活到六十五岁 生了麻图撒拉 以诺生了麻图撒拉之后 与神同行三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圣经记载以诺很短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 以诺活到六十五岁 生了麻图撒拉 以诺在生麻图撒拉之后 跟神来同行 为什么以诺生麻图撒拉之后 要跟神来同行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其实当以诺生了麻图撒拉之后 因为以诺把他的儿子 取名叫做麻图撒拉 这个麻图撒拉的意思就是 当这个麻图撒拉死掉的时候 神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 所以当他为什么会知道 这个以诺为什么会知道 神在他儿子死掉的时候 要用洪水来毁灭世界 表示他跟神之间的互动很好 那这里当他生了麻图撒拉之后 他要与神同行 因为怎么样 因为他要用神的心意 来照管他的儿子 他要用神的心意来建造他的儿子 这个真的不简单 在阿摩士书三章第三节里面谈到 我们看一下阿摩士书的三章第三节 阿摩士书三章第三节 谈到说 恶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 这里谈到 恶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 那表示 这个以诺 他可以跟神同行 他必定跟神同行 他一定会先跟神同行 才能够跟神来同行 那他跟神同行的时候 他就能够用神的心意 来教养 来建造他的儿子 他能够把他这个儿子 这个麻图撒拉 照管得很好 所以我们看 这个以诺后面 生了麻图撒拉 麻图撒拉生了拉麦 拉麦生了挪亚 这个挪亚圣经当中 挪亚是个义人 挪亚与神同行 这个在这一脉的家族里面 信仰传承得非常的好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与神同行 让我们成为孩子的榜样 再来我们要成为 合神心意的父母亲 那这里告诉我们说 这个同心合一的父母亲 在家里面 我们的当爸妈的 要能够同心合一 很多事情 孩子都会觉得说 这个我知道 妈妈比较会听 我讲这些事情 所以他去找妈妈 谈这件事情 遇到下一件事情 就爸爸比较会同意 这件事情 我去找爸爸来谈 但是在家里面 这个爸妈 要同心合一 很多事情 当遇到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回答他 你可以告诉他说 我跟爸爸商量之后 我再回答你这个答案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 可以去处理的部分 好 再来最后一点 因为时间已经要到了 最后一点 我们会很快的 把它走完 就是 我愿意理解你 当冲突来临的时候 那我们要怎么 跟我们的孩子 能够来处理这件事情 其实 这个时代的进步很快 而且孩子 其实他慢慢会进入青春期 什么叫做青春期 有人说 我怎么知道我的孩子 什么时候到了青春期 对啊 这个问题好像很严重 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 就会很不好 不好去管理他们 但是 什么时候孩子 青春期到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 他以前是一个 非常乖的乖宝宝 你讲什么 他都听什么 突然之间怎么样 开始跟爸妈会顶嘴了 那这个时候 就要知道 他的青春期应该到了 他开始有一些反抗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调整 我们的管教的 就是教养的一些方法 好 这里谈到冲突点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跟孩子的冲突 大概有这一些东西 客业啊 金钱啊 工作啊 尤其他穿衣服啊 这个你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 穿这种衣服不好看 裤子为什么要穿破掉的 有没有 现在很多流行裤子穿破掉的 那我们家不是没钱 裤子买那个破掉的 这个 特别去买的 这里谈到 哇 机车 人家的机车都很漂亮 我们的机车 这样太逊了 机车买了 好改 再来 手机 人家都用iPhone的 我们怎么可以 就用OPPO的呢 这个就开始 什么都要比 再来怎么样 哇 他的交友 是我们最麻烦的地方 他的交友 当爸妈觉得 孩子的交友不对的时候 怎么去跟孩子来沟通 这些都是冲突点的一个发生 甚至于这里才能到自我认同 现在这个性别取向 有的孩子告诉 爸爸我觉得 我好想 我好想当女生怎么办 那明明就是男生 他想当女生 这时候怎么办 很多的问题 我们怎么去跟孩子来沟通 这都是我们要处理 所以当冲突来临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要有平静的心 先不用太赶着处理 遇到事情的时候 先安静下来 其实跟孩子之间 遇到事情 要先冷静 不要马上遇到事情 一开始就怎么样 先骂 很多爸妈就怎么样 那个火永远都是止不住的 听到孩子怎么样 就开始 那个不只骂 而且棍子拿起来开始 开始修理 这里告诉我们要先冷静 那再来 要用祷告 能够改变亲子的关系 很多时候 要把事情 放到主要书的面前去 那用祷告 来改变这些事情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 要靠着建立家庭祭坛 其实在家里面 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 能够跟孩子有一起 这个建立家庭祭坛的机会 现在总会教务处 一直在推这件事情 那我们可以看看 总会的教务资源网里面 现在目前的 那个YouTube频道 它开始最近会加入 这个家庭祭坛的一些影片 所以我们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那里面有很多的资料 都相当不错 那再来就是 相互尊重的部分 我们在家里面 其实可以跟孩子 订定一套家规 就是怎么样 你觉得 这个是你能够接受的 其实孩子越大的时候 没有办法再由爸妈 自己去订 你必须要跟孩子 相互尊重 我们一起来讨论 这个是你能接受的 也是爸妈能够接受的 再来要显出善行的榜样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 我们要有好的行为 好的榜样 能够做给孩子看 因为孩子随时都在跟着我们来学习 所以圣经里面谈到 这个提摩泰的祖母 跟他的妈妈 这个罗尼跟尤尼基 他们的表现 对这个提摩泰的影响非常的大 再来我们来看 第六点是时常以爱交通 那这里谈到 其实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父母亲应该多花一点时间 跟孩子在一起 那能够深入的交谈 那这能够对他们人格 能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能够帮助儿女 对自我的形象的一个肯定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能够用爱来跟孩子来交通 最后一点要告诉孩子 其实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这一份信仰不能够忘记 所以当约瑟尔在年老的时候 他对以色列百姓说 至于我跟我的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那你们要怎么选择 是你们去做选择 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这一份信仰 也要告诉我们的孩子 好最后的结论 就是这一节 我们就不翻圣经 我们从这边看 这个万物的结局进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行祷告 最要紧的是 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所以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个人照所得的恩事 彼此服事 做神百般恩事的好管家 神百般恩事的好管家 不只是对教会 是百般恩事的好管家 更重要的是 在家庭里面 要成为神百般恩事的好管家 你怎么把你的孩子 把你的家庭管教好 把你的家庭能够照顾好 这比在教会里面更重要 因为其实教会要发展 它的比较小的单位 就是每个家庭 如果每个家庭的信仰 他家庭状况都好的时候 其实教会胜功就会兴旺 教会胜功就会发展 因为每个家庭 都能够成为教会发展的 很重要的一个支柱 那这个时候 每个家庭都很健壮的时候 其实教会胜功就不会 没有人来做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好意思 超过一点点时间 那小弟就用这些 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 最后我们也唱一首赞美诗